所以應該要把他趕出去 當他發現他媽媽真的這麼狠 把他趕走 都不接他電話 真的把他推出去的時候 大直會覺得 我已經脫離大家這麼久 我還怎麼重新開始 但是當然在這個事件點上 又剛好遇到王社律師 也有被說服啊 因為他也知道 一直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因為命運一定有什麼東西要教導他的 你要抓去哪裡 殷詩月 叫你抓去哪裡 放開我 所以我看破了好癢喔 抓不到 請問 失去自由才知道真實 大家要珍惜能抓癢的時候 Fuck 他們早就在對面三樓四樓五樓監視我 你當初找我來住也是為了讓他們監視我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對精神病患來講 他可能平常接觸到的都是家人 所以他們很容易 對於家人有更敏感的感受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但是他會覺得是另外一種意思 你音樂觀小聲一點好不好 其實我也不信 是不是 在私從發病的時候 對於他來講姊姊的過分的關心 也是一種 你是不是有在計算我什麼 你是不是有想要幹嘛 不然你怎麼突然對我這麼關心 這個東西很微妙就是 我真的覺得 病患非常辛苦 那家人是更辛苦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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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幫那些加害者討回公道 廢除死刑 你最了不起 我跟張國有點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麼面對宋朝安 今天不只是我難受 不只是我悲痛 他也是那個受害者 為什麼所有的事情都是 只有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發洩 他一樣散服 直通是一樣痛的 只是他選擇的方法是說 我一定要找到一個真相 找到一個方法 不希望再有下一個被害者 其實剛好成相反的 其實沉浸在那個被傷當中 所以他跟張國之間就 一直不斷地衝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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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